警方發現民權東路六段的巷洞內 一群黑衣人聚集 情況有異 向前盤查果然發現一行人神色慌張 先來看現場狀況 你這是血是不是 啊 為什麼都是血 都在倒地 你今天要說什麼事情 我來了解 我問你 他們來找你什麼事情 你有初手打他 那個勾著他脖子 你們都是准現行犯 侵調越監視器追查 適遭幫派分子暴力投在 這三個人有幫派背景 都有妨害自由還有毒品前科 他們拿了大量的棍棒刀屑 在人行道上堵住被害人狂毆 沒想到打完警察就出現 被害人疑似借了高利貸 借7萬之後被追討14萬的債款 還被迫簽了40萬的本票 還不出來被害人到處躲 當天卻在住家附近的便利商店 被他們堵到 一陣狂毆之後 三名嫌犯還將被害人押上車 幸好警方及時攔查 解救被害人 也將三名嫌犯省之以法